台铁员工在脸书贴出签字文 对普悠玛事故致歉 又点出台铁不想让你们知道的真相 以台铁基层员工的身份 向普悠玛6432旅客致歉 2018年10月18号 北车大跳电 主变电器故障 这就是警讯 台铁老旧问题一一浮现 签字文提到 人是人力缺口 车是维修零件 东平西凑 路正是电车线老旧 总共三个层面 但除了这些 立委还要续追普悠吗 事实上 2010年所装置的 那一个远端监视系统 它根本没有办法发挥 台铁所声称的功能 问题连环报 27号也遇上了 三一次列车故障继续开 现在乘客大算提高 故障这一班列车 是不是有疏之 我也麻烦 铁路警察局是不是要查明 可能304条的强制罪 台铁弊病持续延烧 局长陆杰森下台后 已度由副局长何献林代理 但因为采购案和车辆维修问题 备受争议 行政院赶紧换人灭火 未来台铁的改造工作 带领台铁走出阴霾 我们方正是 他是非常的专业 同时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最重要的他肯承担 在危急时刻出面 张震源将会辞掉交通部政务次长 专心接任台铁局长 台铁基层出身的他 曾担任台北镇站长 希望拉高层级大刀阔斧 把台铁重新整顿 三星期间真心寻清 看不到